兄弟姐妹们 小姨今天要出海了 美美的地中海 到时候现在我眼前的景色特别漂亮 到时候给你们看看这个船上的风景 马上10点钟出发 已经上船了 等一下就开船了 我们要看一看地中海的美景 现在早上10点 这个船已经人满了 然后看这个海水 看多蓝 太漂亮了 期待 整个星辰共进8个小时 可惜我不会游泳 很可惜 看大家游得多开心 大家看我后面这一排山就是希腊了 特别的近 然后刚刚小哥告诉我 附近有5个岛域包裹的 在这片海域里大家可以游泳 是不是特别的美 其实实际的这个海水颜色更蓝 像那个天蓝天蓝色一样 你看很清澈 漂亮 很帅的船长 他让我进去了 这个船长 他让我进去了 这个船长 是的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 你看 这边还停了很多船 在这边可以一边晒太阳 一边游泳 太美了 太享受了 第二次船长 我们直接从上面就跳下来了 你看 太开心了 好欢乐 因为这里特别特别的蓝 这个小哥在游泳 还在游泳 快跳呀 噗通噗通的跳下去了 终于跳下去了 这个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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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啊真的很清澈 你看 透透的 就是没有鱼 太可以享受了这种生活 大家看我身后的海水 好像游泳池一样来 然后大家都从这个二楼的这个上面跳下来 特别的嗨啊 非常漂亮 反正我没有办法 我也不会游泳 我看着他们这样玩得很开心 周五船上是包餐的 是寄贡的 有这个鱼肉 鸡肉 还有这个豆子 饭 沙拉 还有饮料吃 很不错的 很便宜 100多人民币 玩8个小时还有饭吃 现在在这个岛 我们要停留一个小时 这是我们的中年站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房 下船咯 我们的这个小路 可以上成品 转转 一个小时停留在这边 你看 就是很美啊 你看这个小弯弯有种虚辣的感觉 这种蓝白相间的建筑特别多 也就从这个蛋条上来 下面还有一些餐厅 上面有个城堡 沿着这个排阶 可以爬到上面那个高速城堡 对 就是有点炎热 一路就是卖这个信用筒的 放下来一个拍照顺币 看前方一个名字 看这个拍照顺币 很多人在这里打卡 我也在这里没被人拍了照片 下面有卖咖啡的小哥很搞笑 说我在给你帮你们打镜子 打光 他在帮他打光 真的是在帮他打光 好友爱 然后大家上去喝咖啡 大家跟着小鱼也挺神啊 上面就有一个这个古城堡 应该是古希腊或者古罗马时期的 也很老旧了 在这么美美的地方喝一个茶 你看这风景 好啦 就是这个电线有点回风景啊 你看这个水还是相当那个马尔迪夫兰啊 现在我们已经返程了 但是还是下去游泳 对于我这种未游泳的人太可惜了 这个颜色要比我手机颜色更浅一些 前方的看跟下角一样 满满的全世界的游泳 这是游泳的好地方啊 蛮快靠岸咯 开天的一天又过去了 这就是三成卡石 这边大家来 终于上路了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我来的这个小镇中心啊 很漂亮 还是彩色的这种座椅啊 现在太阳还没有落日 所以没有太多人过来 现在准备去尝试买点食材 我去做饭吃 因为这里的菜单都比较贵哦 所以为了节省一些 还是自己做饭吃 突然发现这个地方老房子挺好看的 因为我是本身学建筑设计的 所以我就对这些房屋啊装修啊特别有兴趣 在坎石啊下面的靠近海边的酒店要贵一些 然后上面的住宿贵稍微便宜一点 我就住在上面最高处那个地方 比下面便宜一半 然后每天我可以这样上下还可以运动一下 上面也有美景可以开出路 现在回去了 还有这么高要我爬 加油 下午7点半的太阳了 还是这么大 看我身后的海 我就在这个踏坡 挺高的 你看这边的坡的清洁度很大 非常的累啊 像爬山一样 明天我要去别的城市啊 也是一个很美的半岛 但是路程有点遥远 明天见吧 感觉身后特别有成就感啊 一个特别特别美的小镇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 喀什